今天要開始是全面反擊趴 大家看到全球股市股災 經歷腥風血雨之後 沒想到這個禮拜上演的超級反彈 我們看到包括NASDAQ 它已經收復了季線 費半也收復了月線 在日本方面也收復了 跌了4000點的黑K棒 我們看到台股也是收復了月線 進入季線的保衛站 大家就在說了 這一波反彈 是如此強勢的反彈是完真的嗎 現在真的是可以進場了嗎 還是有可能 這個時候又有可能會再有C波的下跌呢 這時候操作策略到底要怎麼做 那麼這個時間 你也看到第二季的財報 半年報公布之後 很多公司是獲利創新高 那麼到包括這些台積電 這些好股票 獲利新高之後 現在目前的成長力道要怎麼看呢 那麼小型股的這些獲利創新高 關鍵的力道又要怎麼樣來觀察 到底這樣成長力度可以維持多久呢 另一方面 當然現在進入配息都忘記了 這些高股息的ETF要怎麼選呢 要告訴你 其實有時候不用太傷腦筋 市值型的ETF 其實可能是大家選股的王道 另一方面來看 百萬股東的中鋼 現在真的鋼鐵股的春宴要來了嗎 這個春宴可以飛多高呢 我們今天仔細來告訴大家 裡面的Megas了 好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多頭趕死隊區 萬寶週刊總編輯莊總編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阿文師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資深財經媒體人惠祝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後勤補給區 我們理財達人 乖老子 蕭老師歡迎 大家好 鋼鐵博士 牟博士歡迎 清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股市又這麼瞬息萬變 我們這一次下殺四千多點之後 上年兩千多點的大反彈 但這禮拜亮縮了 技術分析角度來看 大家說這一波 在我們反彈上來 有沒有可能打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打得會多深 會不會C波下殺又很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很怕有一句話說 老手都死在反彈波 所以不知道現在到底該怎麼動 我們問現場來賓 目前股市走到這邊 你們的想法是 現在可以進場來幫我舉yes 好不好 你說沒有 我等C波跌完 比較保守 比較保險 我再進場去NO 請舉牌 好 果然眾說分 兩位說可以進場 兩位中立 鄭賢說等跌完再進場 有沒有跌完 我要特別講中 不一定是跌 也可能是以盤代跌 因為現在的指數 已經一口氣中下季線了 所以我們如果在季線方面 可能會有一個整理 那什麼時候要買 要不然就真的如他講的 有可能有個C波 我們都不是神 我說地是神的都是神經病 要不然就真的等C波 下一段子 下一件 那沒有C波要怎麼辦 他正式突破季線的時候 來跟他拼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C波 但是現在因為在這個 已經漲了反彈了 是0.5 我認為在這邊整理 要等趨勢確立了 要不然就是他跌到C波反彈 要不然就是他突破的時候 我們趁勢來追 OK 所以現在比較保守策略一下 確立在行動 阿文是說可以進場了 對 我覺得A波下跌的話 跌了4754點 反彈 他超過2700一點 所以他反彈超過1分之1 這是一個強勢反彈 所以西波的下跌的 一律就減除了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反彈過程沒有量 所以10日均量的話 是4458億 你量人不足 沒吃飯 所以你往上推升的時候 沒吃飯 突破不了 力道也不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會在2萬2000點到2萬3000點 這個地方做整理 但是他還是強勢整理 也就是說上面的區間比較大 下面的區間比較小 但是重點大家在等什麼 等8月28號灰打公布潮報表 就見真章 好的時候就直接飛上天堂 如果不好的話 那可能就要下跌 所以變成說 財報還沒公布之前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沒有量的話 原則上就是這樣 那因為這個盤 其實你可以發現 反彈超過1分之1 是一個強勢 所以個別股的選擇是可以 等一下我們就來做這個探討 所以你說這個 可能不會下來太多 就會上去了 應該是2萬2到2萬 就3的 這個所謂的中間的區間成立 OK 是比較樂觀派的 慧珠本來也滿樂觀 現在是中立 你在等什麼 等財報嗎 因為現在就是說 他已經反彈2700多點 其實事實上是滿高的 那理智上 我們是應該要等待 但是事實上 現在這個盤有點在嘎空手 所以我覺得在散戶還沒有 就是全面翻多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會漲 那就是因為現在外資也還沒認錯 所以這個盤應該會漲到 散戶全面認錯的時候 OK 好 又是跟散戶在對 做讓散戶心痛的盤 那這一波大家在關心 這個整個半年報的 這個公布的情況 當然目前非常關鍵 台積電 鴻海 然後我們就廣達都公布完了 但是你是說 可要提防8月底會有地雷嗎 因為目前的法 華碩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華碩公布是不是很好 第二天跌 那我這個廣達公布 潮報表很好 第二天跌 然後我這個國際公布很好 第二天跌 感覺上目前 這個量縮 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利多出來 它的反彈的力道的話 是一般來講的話 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那為什麼這個盤 還是持續上漲 是因為美國股市漲 因為美國股市的話 是因為CPI可能又疫期 所以可能降血 或者是它的 Starbucks也漲 或者是Nike也漲 或者是Walmart也漲 消費能力就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因為美國股市 把這個帶動上去 不過的話這個盤是 其實它還是一個整理段 那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為什麼我認為就是說 雖然反彈2700一點 但是它還會再做一個區間整理 比如說我們以鴻海為例 鴻海公布朝報表 3D3真很棒 應該要攻 它反而是跌 它說它第三季的營收 是季增13% 但是我們知道 鴻海第三季第四季就忘記 理論上第三季應該季增18% 第四季季增24% 結果它只有季增13% 那代表什麼 代表iPhone可能比一級差 iPhone第三季可能年增4% 第四季可能年增5% 那我們一級是說 iPhone今年有所謂的 Apple Intelligence的話 應該它叫成長一層 結果磁場4%到5% 所以變成為什麼鴻海法 所謂明明是三一三升 它就沒有漲上去 那我們來看技嘉的部分 技嘉的話它的財寶非常好 但是它告訴你就說 我第三季會積減10% 第四季我還是一樣持平 明年第一季還是淡季 變成現在是最高峰 那之後就往下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的財報公佈 好的公司 漲一天第二天就掉下來 就整理一段時間 那有的是好的公司 它對第三季的期望值的話 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紅海一律多不漲 技嘉一律多不漲 所以這個盤 它還是要稍微整理 雖然漲了2710點 那等什麼 等8月底公佈完了 剛好8月28號 這個輝達公佈草報表 那我是覺得輝達公佈草報表 我是認為 我個人認為研究到現在 我覺得過去都是小問題 這些小問題都解決了 現在公佈草報表會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公佈完了之後的話 我覺得台股又是危險反轉再上了 因為台積電的訂單 真的也是接得滿滿滿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只是所謂的坐飛機 可能有一點亂流 最後還是行到水中柱 坐看雲起石 9月坐看雲起石 這個雲又要再開始飄上去了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的緊張 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關鍵這邊是看輝達 這個逼波反彈要怎麼樣來追價 那特別台積電這個7月業績也創新高 這個輝達的股價也反彈兩成 所以你覺得疑慮已經差不多 之前延遲這些問題 製程缺陷問題 你覺得利空已化解了嗎 對對對 那這個問題的話 一開始是這樣 是這個有人 這個在那個所謂的 這個輝達的員工說 這個輝達跑到微軟那邊 講說你設計的東西 有一點問題 可能會引三個月 這個消息就出來 那現在證明這個東西 只要更換金屬層6個光照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台積電很厲害 台積電的光照是最棒的 一下子不到兩個禮拜 就把它解決掉了 那這個晶片順暢度的問題 就增加了一些所謂的探針卡 也解決了哪些問題 哪邊有問題 馬上就把它解決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發現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鴻海的法說會說GB200如期 也就是說GB20010月沒有變更 然後B20010月沒有變更 唯一變動的是什麼 是B100 B100現在改成B200A 它是12月 因為B100不生產的 因為有問題不生產的 變B200A 就影響到這個地方 那影響到這個地方 這一次的事件的影響的話 大概是22.8萬顆GBU 但是你可以發現 輝達一年是出貨428萬顆 但22.8對它的影響 可能只有5%到6% 那曾經有跌過了 曾經有反映過了 那所以這個影響不是很大 那你可以發現8月28號 輝達要公布潮報表 它是怎樣 可能第二季的營收是300億 估計是280 可能是300億 那第三季第四季不是有問題 第三季的話 可能是360億 第四季的話是440 從360 440 所以我覺得它公布潮報表 其實是一個大爆發 這是可以期待的 是短線整理 但它公布潮報表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之前就可以卡位了 等到它潮報表公布 那麼好的話 其實台積電 7月營收創新高 8月9月用可能 因為它3奈米 輝達也有一些訂單 它輝達以4奈米5奈米為主 衝上去的一個地道會很強 因為這兩個是最強的一些股票 所以股災陰霾已過 現在你覺得反而可以進場的時間了 我們就要問選股怎麼選 COAS 對 COAS 有些人就說 不是月產量從1萬片 1萬5千片 4萬5千片 6萬片一直增加 COAS這一定會跌 因為產能一直增加 所以COAS可能會跌 但是我認為COAS還會繼續再漲 包括像所謂的紅塑 萬潤 星雲 旺溪這些股票會漲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個特性 A100它的輕便是這麼大 所以它可以生長50顆 如果1萬片它生長50萬顆 H100變這麼大 所以一個COAS只能生長28顆 產量增加到1萬5千 但它只能生長40萬顆 反而減少 反而生產量減少 因為晶片變大了 比100的晶片變更大 所以它只能生長16顆 那你雖然你的產能增加到4萬5千片 但是你只能生長70萬顆 那有增加 但是市場需求很強 好 未來新的Rubin的只能生長8顆 雖然你產量到6萬顆 但是你只能生長48萬顆 越來越少 明明我產量是增加了 但是我產量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COAS 你會發現它的成能力永遠不夠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要去合併 群創的廠 就是因為COAS不夠 所以它去用玻璃機板來做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COAS的概念 雖然漲多了 但是像設備股 COAS設備股萬潤 精華 或者是紅色 這還是主流 第二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客製化的晶片 你可以發現 現在這個世新跌了蠻多的 或者是像所謂的創意都沒什麼漲 但是未來如果說開始進入旺季的時候 還是以這類型股票為主 為什麼呢 你看蘋果設計一個晶片 只要成本45塊 其實跟Intel買是要225塊 要不要自己設計 那我就自己設計 所以你可以發現 蘋果設計完的時候 效能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Tesla它的多久的話 它自己去買了10萬片的H100 30萬片的所謂的B100 它效能增加 所以現在大家Tesla要做Lobotex 是沒有人的計程車 是因為它運算能力大增 所以你可以發現像世新 它有亞馬遜 有Meta Sony Tesla Intel 理想汽車這些訂單 我們看一下亞馬遜 明年它的訂單是4.5億 後年是11億 從4.5億到11億 理想汽車明年訂單1億 後年是5億 所以這個 都好幾倍的 Sic這個東西 雖然最近這些股票都跌 但是一旦進入多種市場 這類型股票它的訂單太多 所以它的想像空間會很大 所以這類型股票 我覺得還是 正大盤在整理過程裡面 還是一個比較好的標的 OK 所以COAS跟ASIC這些 大家可以在選股的一個範圍 謝謝安文斯 我們另外來看看 這一波財報公布之後 我謝正行一直講說 8月15號之後來看 果然我們就到8月15號之後 這一次上市櫃的公司這邊的部分 是猛賺將近兩兆 我們今天教大家內行人 怎麼看門道 你看到了什麼 第一個 這個兩兆當然非常的多 但是可以看到幾個 比較大的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什麼 就是匯兌利益非常的大 大家知道匯兌的意義有兩種 一種是你看得到的 就是說對 你這個業外持有匯兌 另外一個大家有一點小隱憂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有一個東西如果毛利率成本3000塊 我現在賣人家100美金 在第二季末的時候 我賣人家3270塊 我的毛利率是9% 等到第三季末的時候 可能只加31500 那時候我一樣賣100美金 我可能到時候 我賣3200好了 我的毛利率會變成6.6% 所以大家知道 當時我的毛利率為什麼一直上來 就是因為我們的匯兌利益 非常的有效 現在到第三季的時候 要反著看 所以這是一個隱憂 大家要看到 第二個是大者很大 剛剛阿文三講的公司非常多 想法跟我一模一樣 就選最大的 大家知道上個禮拜五怎麼講嗎 好壞一體跌 那就去買最好的 因為好的也跌20% 壞的也跌20% 那就買最好的 大家看講最多是什麼 紅海廣達 台機店 肯定我們沒講錯吧 那這個大者 當然有70月就成立 剛剛阿文三說了很多COAS 說了很多 講白點就是什麼 不是一般的人做的 未來的世界裡面 連IT設計 大家都認為是小家公司 都沒有能力跨路了 GP200也是一樣 技嘉為什麼營收下來 技剛以前 H系列也有做 GP200有沒有技剛的天下 沒有 為什麼 因為GP200只剩下 紅海跟廣達了 所以就是越來越大 只有大公司才能 連技嘉他們都不認為是大公司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是大公司 所以選股趨勢很簡單 大者恒大 第二季財報 請大家就選大者恒大的公司 好者很好 業績一路向上的公司 OK 就選好公司就對了 對 那從本益比 我們先看本益比比較低的公司 有些是有匯兌影響的 像運輸 三大族群外銷 受險證券業 大家股票長這麼多了 有沒有知道 現在還有十倍本益比的公司 我沒有辦法列出來 在下面有了 你會發現要跳六張 六張 不是六股 是六張 這麼多 但是三大族群比較好看 第一個叫運輸 全台灣本益比最低的事實在 就是長榮陽明 長榮陽外長榮本益比 但是為什麼大家不要買 本益比我說過是多少年賺回來 現在大家做長榮事實 就是明天十塊 十塊本益比還很低對不對 後年有人估兩塊 如果後年再一定兩塊的話 那本益比是多少 所以我說沒有人買長榮 但是我認為長榮行就不一樣了 雖然長榮行今年大概四點多 朱姐常常出國 你先問朱姐 她買的機票有便宜到嗎 現在機票只有越來越貴 你一直跟人家講說 明年會降價 明年會降價 誰相信 你現在買機票就越來越貴 所以我說到最後會有個認錯 跟優克林一樣 我認錯了 機票其實沒有那麼好 那麼壞 好 接下來叫外銷 外銷就是 那我外銷很多人都有匯兌 我剛剛提到 但是外銷我只選AN 為什麼 因為AN才是業績真的有好起來 例如像TVC 梗鼎 因為有Stand phone的事件 所以我們持續看好 不是所有外銷都好 因為大部分的外銷都有匯兌利益 那再來就是壽險證券 那壽險證券 壽險不要 證券可以 為什麼 一樣每一筆很低 因為壽險第四季 幾乎都會虧錢 你繼續看 國泰金 星光金 三艘人壽 為什麼 因為第四季他們發獎金給人家 所以第四季他們幾乎都會虧錢 所以不要拿前八月獲利 什麼除以三然後除以四 不是 壽險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壽險不要低本益比 但證券可以 為什麼 大家沒有發現證券怎麼做怎麼贏嗎 所以證券股特別是二線的 什麼宏遠鎮 康和鎮 這種證券公司 賺兩三塊錢股價十幾塊 你不買這個要買什麼 另外來看 從財報來看 我們當然要找高成長的公司 高成長本益比又低得有嗎 是啊 高成長就只有兩個 我跟你講台灣比人家好在哪裡 全世界就只在AI股 唯一是高成長 在台灣還有台積電概念 剛剛有提到萬潤跟這個 為什麼要提到COAX 大家知道我講個最簡單的 台積電在嘉義這幾蓋廠 跟群創買廠不一樣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不一樣在哪裡 為什麼萬潤在我們公布之前 先噴了三個蛋 今天有點利空出鏡下來 但長期還是看好 為什麼 如果台積電在嘉義基蓋廠 是明年才買設備 因為人家要蓋基礎工程 但如果現在跟你買廠 就是什麼 就是明年就要進設備 所以我在說的這些 不管是萬潤 軍華這種 我認為在休息過後 因為今天人力多出鏡 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會發現明年還是他們最好 如果覺得這個太猛一點的話 那你就去買星雲這種 相對北嶺就比較低了 所以COAX絕對是台灣的大未來 另外來看的話就是散熱 大家會發現 AI伺服器只有一個問題很難解決 就是熱 所以在散熱的過程中 大家不要看雙紅今年20 雙紅今年大概22 旗紅20 600塊30倍 好像還是有點高高的 沒有一家公司 雙紅旗紅明年沒30 沒有一家研究報告公司 沒有30 那這30再上去的時候 再經過整理 我覺得散熱 永遠是AI是在難解的息提 所以在散熱的族群裡面 我覺得整理過後 就是在AI裡面 然後跟著台積電 台灣還是這兩大成長的一個邏輯 散熱 就是跟著 因為我們這個AI需要 然後台積電的 COAX的相關設備 投資朋友也要注意 謝謝政賢 我們再來看經歷這波股災 市場正是大家最好的老師 碰到股災該怎麼辦 那麼現在還在相對比較低檔的時候 有哪些股票怎麼選 馬上再回來